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第一天 宣誓要以黑白代替蓝绿 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做对的事情的公益社会 而才刚宣誓就职 柯文哲就新官上任三把火 立刻要求信一芬局长在台北101大楼前 不能够再有法轮功学员被打上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被打上网 我就把你换掉 我就算你换掉 当面向信一芬局长 表达态度 台北市长柯文哲话讲得笃定 再有法轮功的人被打 分局长官位可能不保 原因就是宣扬共产党的爱国同心会成员 长期在101前 噪音骚扰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 已经官司累累 更严重危及路人安全 及台北市民生活品质 保障法轮功请愿权利 柯文哲祭出再打人就换局长 网友一片叫好 还说打人的通通抓起来 放任爱国同心会的人 在首都闹区施暴真的是国耻 而网络票选2014年二人榜 爱国同心会甚至几进前八强 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 杀金井后 因为他打我们台湾人 怎么可以让他们打 那就使用暴力 当然要管啊 怎么会不管 对啊 做不好就换掉 破坏就不对啊 就是打人就不 其实还有他的自由 就是没有必要 去齐压一个团体 选前承诺选后雷厉风行 柯文哲就职典礼同时 闲置八年的中校西路工车专用道 工程人员已经展开前置作业 一审令下周五晚间就要拆除 继承车司机也支持 赞成啊 赞成啊 为什么赞成 因为比较不会塞车啦 你拆掉的话是比较好 那个抽水 那个抽流比较顺 像有时候碰到下雨天的时候 也是撤水 都是抽 都是都挤在一起 挑战一个晚上火速拆除 工车专用道 柯文哲新官上任三把火 签完第一份公文 马上指挥骑士长士 得加图四壁 要菜壁如 把非必要装备全部撤除 新唐雅台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